欢迎您收听《傲风》 作者 风行烈 我是苏雅夫人 精彩马上开始 第五百二十六集 那可正好 六月文言 露出笑意 眼珠子一转又道 既然如此 免下的通缉令也不要发布了 那秦傲风既然威胁我 要救他弟弟 我就让他来这恶郎城 亲自带走他弟弟就是 海平唇角一勾 不愧是恶郎领主 当真如狼一般狡猾 在这里布下漫天献解 等他自投罗网吗 就算知道这是陷阱 但只要我发布消息告诉他 他那亲爱的弟弟在这里 他敢不来吗 甚是恶毒的一声音效 六月接着道 只要他来了 又能躲得过五十五位神帝强者 和你我两名领主的围杀吗 海平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五十五名神帝强者和两位领主 这个阵容 若是还杀不死你一个神帝级的秦傲风 当真要人笑掉大牙了 这个时候 没人知道这一场震惊南方大陆的大战 是多么的惊天动地 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 厄狼岭一岭之地的面积也十分广阔 以傲风催动风云府赶路的速度 也消耗了这么长的时间 怪不得秦硕一个大领主从北方大陆 前往天王岭也得一年呢 踏着清朗的清风 终于在厄狼主城高大的城门口处停了下来 四顾天空 暗自感叹着这座主城的繁华 和光芒大陆上的城市皆不相同 厄狼岭主城地势偏高 竟是建筑在一片山头顶上的 城池顶部有一大片结界 用来抵御魔兽攻击和外人的入侵 唯有城门对外开放 城门前方是一大片深渊 须得飞行上来方能入城 这也就间接地告诉了人们 进入厄狼主城的人 必须是神阶以上的强者 一座主城之中 皆是神阶强者 城内起码也有数千万的人口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天文数字 在主城里 有五十六名神帝级强者 有一个已经被奥峰宰了 数千神皇神王神阶更是不计其数 城门口处诸多神阶高手 来来往往 在天空中飞行来去相当热闹 这景象在奥峰看来可谓一大奇观 不过想要入城者 却是必须老老实实排队缴费的 北境地狱多数凶险 主城之中却是十分安全 在主城中住宿 也都一样需要缴纳昂贵的费用 此时的奥峰 脸上正罩着一张 小兵所画的雪白面具 看了看下方队伍 排得整整齐齐的门口 唇角勾起一丝冷冷的弧度 墨的飞身降落下去 咦 什么人 负责守卫的侍卫队长 是一名神皇级强者 一见有人闯入 立刻一声严肃大喝 停下 立刻停下 这里是恶狼领主城 你若是再前进一步 便是对我恶狼领的挑衅 周围的人群 亚抑地骚乱起来 他们从没有想过 居然有人会光明正大地 跑来闯城 怎么回事啊 我的老天 那个面具怪人 是不是疯了 敢闯灵主主城 他找死不成 对啊 随着阵阵轰闹喧哗 那一对侍卫 见傲锋根本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 马上举起手中的兵刃 凶神恶煞地冲上前去拦截 滚 冷酷至极的霸道贺声 宛如天音 前方的黑袍男子的衣襟之下 探出一只白皙的手 一片金光煞时漫天挥洒 随着金芒乍现 那无比恐怖的施压 也在这一刻疯狂地飙升起来 是神帝 人们在看见那漫天金光之时 全都呆滞了起来 没想到奥峰居然是一名极为少见的神帝级高手 紧接着 看向奥峰的眼神就充满了崇拜 那可是神帝呀 那对守卫在如此强悍的力量面前 拿有半点反抗之力 奥峰的神力一出手 便一个接一个地飞了出去 在空中手舞足蹈地发出震震惊呼 一个照面 奥峰宛如天神般地落定到大门之内 眼底擒着一抹淡淡的不屑 冷冷问道 你们还要拦着我吗 守卫队长 好容易才从远处爬起来 冷汗连连 慌忙道 不用 不用 神帝每下入城本来就不用排队 您请进吧 淡淡哼了一声 奥峰轻轻一甩黑色长袍 走入城中 留下那闹哄不止的激动人群 随着奥峰的远去 无人发现 那城门的阴暗角落之中 突然闪出两名收敛气势的强者 二人眼底掠过淡淡的暗金色光芒 点了点头 黑袍神帝就是他 立刻通知领主大人 两道身影 划破虚空 自行离去 而早已不在周围的奥峰 却是凭借着放出的众多隐形小兵鼠 将这一幕瞧得清清楚楚 小兵本身实力太弱 躲不过神帝的神石 但由奥峰楷化施展 同阶的神帝便不能察觉 嗯 妈妈 你为什么要故意显露实力 让他们注意呀 悄悄潜入不是更好 小九在奥峰的黑袍下 探了个圆溜溜的小脑袋出来 眨着眼问道 奥峰勾起红唇 冷然一笑 不这样做 那个想要伏击我的恶狼领主 怎么聚集起他所有的部下 对我下手呢 要么不做 要做就要做大票的 我既然来了 若是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留下后患 那不是很糟糕 嗯 伏击 小九疑惑得眨眨眼 妈妈 你怎么知道呀 大半个月过去了 这个恶狼领主 一直没有对我发出通缉命令 却对外宣称 恶狼领主得到了一名圣子 明显是要引我来这里 他做出这种举动 只有两种可能 缓缓走在繁华的街道之上 奥峰随意地淡淡说道 一种是他妥协了 他忌惮酒恋领主的力量 打算接过此事 引我来此 当我的面将龙飞释放 第二种 就是有心埋伏 布下圈套 等我往里面钻 这两种情况 他都会派人在四处盯着 只是发现我的反应不同而已 我故意引起人注意 让他确定 我就是秦奥峰 要是他们妥协 定会有人上来相迎 不用惧怕 我发现到他们 而若心存歹念 那些人 便会任由我入城 装作没有发现我 等待我夜间 前去领主城堡查探 奥峰 眯起漆黑的眼眸 他们知道我速度极快 若是让我跑了 必成心腹大患 一定会布下陷阱 力求一击必杀 看那些人刚刚的反应 想必已经做好了准备 小九文言 摇头晃脑地惊叹起来 妈妈 你居然能这样试探他们 那个恶狼领主 现在恐怕还以为 你一定会中圈套呢 也不能这么说 那头母狼的确聪明 这个圈套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圈套本身 其实稍微有些脑子的 都能看出来 但就算看出来 也没用 明知是圈套 我也不得不去 因为 他手里有人质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实力 正面对抗那么多神帝 根本没有胜算呢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